第3 開始 是什麼來的呢? 玩具TV 第15季第10集 很少是我們這樣開頭髮 原因就是被勸喻做這部份節目 我們這個作品少出現 這個朋友好像也很少出現 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是猴子還是什麼 其實它不是一個猴子 也不是一般的動物 留意它的鼻孔 你知道它不是一般的動物 那是什麼 一個鼻孔 這個世界有沒有一個鼻孔的動物? 有 其實象都是兩個鼻孔的 象一個象鼻 但是狗也好像是這樣的 但是狗也是兩個鼻孔 我知道 但是狗和公仔也好像是這樣的 好了,我解釋一下 其實這個是原創設計 所以其實它並不是一個獨文 它是一個角色 是一個Hurrikin 來自日本 我們叫它綠色先生 青色先生 Hurrikin 我們去年那個Art Toy Final 他來過訪問 另外他有去過我們ACG去年的參展 很多香港的展覽 他都會很勤力地來香港 但是疫症之後 他這一年沒有辦法了 希望很快就看到這位綠色先生 非常好的 他設計很多 有些雪條 那些浪嬌公仔 玩開的朋友就知道了 但是其實我一向都知道 他在創作裡面 是有很多 一堆文章 其實不止這個 哦 這個是他第一個推出的 無公仔的產品 Push Toys 是的 他在同一間香港公司合作 是 叫什麼呢 就是Dark Label Hong Kong Dark Label Hong Kong Dark Label Hong Kong是什麼呢 老闆或者主持人 不要爆它的名字 但是如果我印象 之前我們介紹過一個 好像以前的 MacGay電腦的產品 它有一個很大的毛公仔 那個就是Dark Label 就是高音公司 他們就是幕後他們生產的 嗯 這次就跟綠色先生 Hiracan 就合作了這個小朋友 大概21cm高度 差不多 對 但是其實很好玩的 當然你要喜歡Hiracan的設計 Hiracan的設計 就不是一些維美派那些 就是很圓咕嚕、很漂亮 例如Hallokitty那一隻 它不是這隻 它有些… 我覺得有些… 零類也可以說的 因為設計師本人也是有些零類的 沒錯 它全身綠色頭髮 綠色色的 好 那我現在立刻表現一個 交給你了 這個東西你很厲害的 就是… 其實這個… 我們叫做Charlotte 這隻叫Starlane的東西 其實它這個外面 這個好像啡色猴皮 其實是可以脫下來的 但是它這個皮呢 因為這些毛呢 好像有點閃粉的效果 我想… 它閃亮亮的 但不確定它是那個… 因為很多其實這些… 這些纖維是彩色的 是 那有時候不同的材料 它可能會有一點點… 就是閃亮亮的效果 是的 但是幸好就是你不會… 就是它是閃亮亮的 但是你摸上手就不會有什麼脫掉的 所以這個效果是挺有趣的 那現在我交給David先生 就幫他變身了 那是… 一路脫掉的 那你很期待 除了…你可能會笑的 本身原來很像一隻猴子的東西 然後一開… 其實它不是一個猴子 其實像一隻猴子的 又好像一個BB 但是一個被洞 就是眼睛 然後呢 整隻東西好像… 好像一隻獅子又好像猴子那樣 那其實我們這一群是原形不露 因為這隻是一個版 就是我們很大面子 又借多一個版回來 那多謝Dark Label Hong Kong 就先借多一個版給我們 那其實這個版 平時也放在一間猴子店的了 而且也在預售中 好像是限量的 是 就是 Exclusive 而且是這一色在香港 很少量而已 那慢慢…慢慢脫掉了 哎呀 好像BB仔那樣 看到了 其實就是要一些時間的 那一定是一些猴子的 一定是猴子的 慢慢在裡面抽一隻手 就是很期待看他的樣子 本來今晚就打算和小燕一起打開這個 就要找女生比較好笑 因為是正確的 他肯定在那裡驚叫 他應該很期待 對,他正在忙著自己工作 所以今晚來不到 換了David 這個很乾膜 這個好像是土人那樣 給大家看看屁股 沒錯 然後… 好… 另一面可能會笑的 看到他的真樣子 好 很搞笑的 我脫下他之後 好了 也挺好手勢 David,你脫衣應該是很熟手吧 可以了… 就變成了一隻這樣的樣子 Saled Hurriken可能正在看的 Saled 就是這樣 其實他在他的短片上 都沒有示範過 把這個公仔脫了衣 我覺得他最大的驚訝 就是毛公仔比較少脫衣 就是毛皮 我不知道他這個… 這個屬於他真樣子 他不知道裝什麼… 他不知道裝什麼 是 肯定不是動物來的 大家不要用動物的常態來想 他有點像一隻豬 但是穿了有像猴子 但是他的耳穿了一陣子 他就藏起來了 是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搞笑的 留意一下 這裡特首的實交叉 是代表什麼呢 什麼來的 肚瓷 肚瓷 但是他又沒有設計到一顆肚瓷 釘出來 因為日本的公仔 有時候會有一些肚瓷釘 很搞笑的 其實很好笑的 你看看這隻手掣 他也做了手掣 很細緻的 跟一般的軍事模式 不枉多樣 是沒有那麼多換手而已 還有很少 這些毛公仔類的東西 可以整件脫出來的 通常都是只脫上頭 就是頂帽子 是啊 就是他可以整隻脫出來 沒有豬豬那些 是啊 沒有豬豬 我就沒玩過 可能是脫不完的 應該是脫不完的 是啊 這個肩膜我想是很有趣的 其實這隻有些搞笑的 我都是經常做的 換上這個就很好玩 我想如果Hurrikan的粉絲 應該都會捧場 因為他的設計分兩類 一類就是雪條 另外一些很硬扇條的東西 或者食物化 但是我認為 我形容一下 但是同時 現在他有些文章 因為我看過他的畫作 之前有一堆這些文章 但是一直都沒有推出 現在轉這個方式 我覺得也是一個選擇 因為朗膠出 大家看得多 另外一款 這些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哄女生挺好的 沒錯 你覺得這樣的樣子 是甚麼 真是很搞笑的 好,這件事是限量的 香港有一間店可以訂購 不說哪一間 大家檢查一下 連結都會找到 是很少量的 如果喜歡朋友就不要走路了 介紹方面就已經問過了 我也是忘記的 是 對,去到那個數字 數字 現在有一個數字 那間伴藥店是怎樣訂購的 好 我們介紹到這裡 我們不要太浪費時間了 因為接下來還有很多東西要出場 沒錯 今晚有一些互動節目 就和觀眾互動的 題目是甚麼呢 我最喜愛的系列 希望我們到時的蝙蝠教會可以用到 另外宣傳一下 9月19日很容易記的 發生的一件大事 David 哥 919的晚上 喂 但我們其實定的時間沒有 時間就是晚上 晚上大概是 七至八點左右開始 應該是星期六來的 應該大家都吃完飯 或者是在吃飯 通常我們希望在大家吃完飯的時候 就可以大家安坐家中 或者是坐定定 上網看我們這個真正正正的 一元必開始 沒錯,我們很認真 這次我們連POMO都拍了剪了 大家期待一下我們POMO怎樣介紹 我們這個一元必 因為最近很流行 是啊,真的很多人 到處都一元必這麼大 對,那是不是因為大家窮呢? 是不是大家要清貨呢? 不知道 但是最重要就是 如果你有錢 如果你有喜愛的東西 看著POMO 會看到一些很… 走回這麼久的價值的產品 你就覺得一元必是補一個的 還有我們的範圍都很闊的 就是玩具種類都 由… 沒錯 同手無欺 沒有… 沒有… 總之是一元就起POMO 那至於那些產品呢 有部分呢 可能是… 就是開過了 是的 但是不會有爛、不會有缺件的情況 有小部分是全身的 是的 那Condition呢,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會盡量在影片 在影片裡讓大家清楚知道 看對就POMO 不適合就不必了 沒錯 到時我們每件都要有一個基本的簡介 沒錯 沒錯 好像有點絕版 對… 那一定要留意 沒錯 好,我們待會見 拜拜 再試壽一下 我們看看 好… 前面…